蓝色箱形车围起封锁线 一名男子被发现 四肢将一名先死亡 警方刀床一看 贺见死者竟然是他 以往只要有记者会 就会拿着抗议牌亮相 抗议天王柯四海神出鬼没 没想到消失荧光幕多年后 陈师在阳之山上的车内 相受66岁 柯四海平日移车为家 住在公园内 20号曾两度跌倒撞到头 一度声称没有大碍 后来姐姐陪同就医 检查状况正常就返回 回顾柯四海奇幻一生 年轻时靠投资法派屋致富 自称有200亿资产 却涉及炸弹案 遭判刑三年三个月 官司产生的他总认为死法不公 背后领举派抗议 到黄牛小鸭进出 利用各种血头吸引 美光灯脚点还造就金局 不是主角却在新闻中 频繁显眼出现 而他的感情故事 女主角也是一直换人 沟通不好的时候生气 然后他就会妥协 开心抱的美人归 柯四海三段婚姻中 2010年初遇闪婚号称 台速林志玲的 掌美单引发社会关注 但这段婚姻只维持 四个月就告吹 后来再娶手 他29岁的女研究生 最后仍离异收场 但柯四海不止情史丰富 参加经验更精彩 让他动起来 来救台北 多次参选议员县市长 其中2005年参选花莲县长 竟拿下2万多票 2006年选台北市长 得票还比周遇扣多 但晚年落魄 2019年开始露宿公园 平日用温泉公园预测洗澡 哈金森市正产生20年 抗疫天王如今促世 也令人不审唏 请记得张佑茨 赵卫茨 参选董 好 民意力会降低 然后我们说睡觉是美容效 女生睡不好 这真的是不止脾气差 皮肤也会变差 旺旺现在推出了一个新产品 叫做梦梦水 独家的配方 可以启动入睡的关键 怎么买呢 来QRi Code 快点购 扫一下